这是一整块牛肋骨,中间切了一刀 用锯切的牛仔骨表面会有些骨头碎渣 用的时候先洗干净,控干水 剧掉多余的肥油 顺着肋骨切开 胡萝卜去皮切滚刀块 洋葱切丝 炸锅做热,加入少许的油 下入洋葱丝 拧入黑胡椒 炒到洋葱变软,半透明,可以放入排骨 加入红葱倒酒一杯 煲威尔牛肉汁 加入胡萝卜 加入胡萝卜 但是不需要加盐或者水,先盖上盖子,转小火焖一个小时 现在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,刚才一个小时我看还没有熟 现在已经熟了,可以戳进去了 把牛列骨盛出,开大火收汁 这时候我们可以尝一尝味道 可以加一些盐,糖 炸锅